老师您好,我叫胡鸿涛,是武汉的一名ICU医生 我关注到武汉昨天新增五例确诊病例 这五例新增都来自长津街三名小区 都是由无症状软确诊的 这是否意味着需要对无症状感染者进行地毯式筛查 是否需要对全民进行核酸检测来排查无症状感染者 胡教授,是否起码对那个小区和周边东西湖小区都要进行这个核酸检测 关于这个问题确实问得很好 很多人都关心 关于大规模筛查,核酸检测是不是每个人都要做 其实也没有必要 那么主要是在终点地区,终点人群 那么像刚才ICU医生所说的这样的市区 在这样的市区应该说还是要进行较大规模的筛查 在那些没有并列的社区就没有必要做人人多的筛查 主要是对重点岗位,重点人群,重点社区的人来做大规模的筛查 谢谢大家